为鼓励国人多多使用海域游戏活动一战式服务资讯平台 来发掘台湾海域之美 海委会首次举办C我的海派人生摄影比赛 祭出总奖金36万元 鼓励所有喜爱摄影的民众踊跃投稿 一起拍下心目中的海洋异象 为了行销这个一战式的平台 我们办了摄影比赛 第一名10万块 听说奖金还算可以 欢迎大家到这个一战式平台上所有的景点 去把我们的海洋异象 当代的海洋异象拍下来 从今天开始到9月30日只 都可以把你们拍下来的好照片 台湾美丽的海洋跟海域的活动 能够传到一战式平台来 拍照只要请 咳嚼去习的 咳嚼去习的就有好的东西 对摄影的人 是很好的鼓励 海域油漆活动一战式服务资讯平台 于109年启用 举番油漆景点资讯 海情海象及活动导览申请等 都可透过民态取得相关资讯 希望能帮助民众在从事海域活动前 先行掌握海况资讯 降低意外发生风险 那大家看到我们这一个一战式平台里面 其实分大概有大类的资讯 一个是海域的基本资讯 从法律你去这个地方 可不可以受到哪些法律的保障 有哪些的显示 游戏景点的即使海旷雨象 还有海前海象 哪些进行次水域你不能去 还有我们海委会特别为大家 在海岸景点设立的海洋一战的资讯 另外一个界面是所谓的游戏活动申请 不管从我们现在 你要搭游艇出港各类的申请 你要到琉球的生态景观区 你要去做预线导览 你要上基隆的岛礁 你要上飞山岛 它有转盖款 你要申请在我们一站是 网站通通可以做到 只要入围即可获得白沙屯拱天空 限量游游卡 邀请民众共享盛举 拍美照拿奖金 记者周震宇 徐凯军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徐凯军